那再来就是继续往下 就是增强机制来到无所不能嘛 其实也未必 其实也未必 有一次我女儿呢 就是回来之后就跟我说 啊爸爸爸爸 我今天学会溜直排尔 学会溜直排尔好高兴啊 但是她长大之后 我就没有听到她说 爸爸爸爸我今天学会解放人事 我好高兴 学习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乐趣 学会溜直排尔 本来就是一件值得庆特的事情 所以这个道理 你不用鼓励她 她也会觉得学会 你不用说 我给你爸爸给你吃鸡排 那你去学直排尔 学会了爸爸给你吃鸡排之类的 她学会本身就是一个奖励 那另外一个呢 我女儿才是直比桃 然后她是最上面那一支高音笔 有一次 你知道寒暑假要直排尔要集训 集训的时候都是要 还要另外付钱 还要家长自己接受 然后我就说 有一天我看她回来慢慢不乐 我就问她说到底怎么了 她说老师今天都练低音笔跟中音笔 都没有练到她的高音笔 我说那你可以在旁边 她说老师说这样子不行 会朝到别人 我说这样好了 那不然我刚才退出直立团 这样你看你轻松 爸爸也轻松 大家都愉快 她说她不要 为什么 因为她说她喜欢跟同学一起合奏的感觉 所以就算是那么辛苦 她也愿意 因为她喜欢跟同学一起合奏 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一起上台表演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可见得 可见得有一些事情是比吃鸡排饮料还要更重要 这时候我们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一下 你注意看这个金字塔我们当然都很熟悉 你注意看 你不管你这个增强物 你增强物如果是连结鸡排跟增奶 你是停留在最底层的生理需求 什么叫安全需求 不要被你打 不要被发操 操到手断掉 被打到屁股开花之类的 不要被爸爸妈妈打之类的这种 再往上 你越往上走的时候 它的动机就是越往内部去走 越往下是越属于外部 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 你大概就有一些想法 怎么样把外部动机 把它转换成内部动机 像刚刚老师说的许愿卡 它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转换 它还是抽 但是它今天抽一个鸡排 只有它自己吃得到 它今天抽一张许愿卡是全班都可以没有作业 它抽的这一张不只是许愿卡 它抽的这一张叫做全班因为它抽到这张卡而受惠 所以它后面绑一个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就是隶属感跟爱的需求 所以它慢慢往上走之后 这个就属于比较内部的动机 往下是外部 往上走是内部 请看一下 对于没有动机的大象 怎么样让它动起来 一定是先从外部进来 一定是先从外部动机进来 你一开始绝对不能跟它讲道理 也没办法跟它讲道理 讲道理没用啦 先让它进来 进来之后想办法把这个外部动机 转换成内部动机 接下来我们要讲两个部分 如何从外部转变成内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有没有办法直接跳过外部动机 直接从内部动机去推它 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先讲怎么样外部动机的转换 怎么把鸡排跟真奶 变成不只是鸡排跟真奶 所以我的理论是这样 这个鸡排加上一个高阶的需求 就会变内部动机 其实加上一个高阶的需求 中间这个加 其实有时候不是加 有时候是一个惩罚 反正就是用一点点的手法 比方讲鸡排 我要你自己去换 拿鸡排卡给你自己去换 鸡排 我要你直接发给你上课吃 那个不是鸡排 那个是别人羡慕的眼光 我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 那个叫做自尊的需求就出来了 那是往上面走的 还有本来你是要加分 现在把它绑在一起 同组同一个分数 团分制度 这也多加了一个 这是多加了一个 隶属感的需求进来 团分制度就不是只是加分而已哦 他绑了一个人际关系在后面 如果跟你栽主常常会加分 很想跟你栽主 你的人缘很好 跟你栽主都一直被扣分 我就不想跟你栽主 不想跟你栽主 有时候大学就是常会有这种情况 不想跟泰雷的人栽主 跟泰雷的人栽主 就没办法 就把人际关系在后面 如果说今天大学老师说 不是只有打个人分 你今天的分数是跟你小组 整组同一个分数 你看会不会暴动 应该会暴动 这就是多加了一个 团分制进来 本来加分是外部动机 就变成这个隶属感的需求进来 就往上 就往内部走 Hallokini磁铁 收集一个是 喜欢Hallokini磁铁 外部动机 把它收集一整套 一整组 拿到学校里去 跟大家讲说 你看我有一整组 Hallokini磁铁 自尊的需求 虚荣心就出现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 它加了一点点守法之后 它会把外部动机 转成内部动机 这个能刮就是奖励 不能刮 相对来讲 它就是处罚 它就是处罚 好你看 幸运饼干 打开 七则卷 外部动机 它就low了 然后这个打开之后 即使会被朝向的梦想 你也觉得可以办得到 今天一定会是美好一天 开开心心的度过 我们不是有时候看到一些小故事 就是说 他在人生的第一潮的时候 去了一家餐厅 然后结束之后 给他一个幸运饼干 打开之后发现说 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 后来他就会受到鼓励 有没有 一句话的力量 这时候 这个就不只是幸运饼干 这就变成是一个 可能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往上走 就变内部动机 七则卷 外部动机 马一送一 外部动机 一句话的力量 就是内部动机 好 再来 刚才我讲能挂就是奖励 我把一些 这个有关于 各种的阶层 简单来讲一下 比方讲说 上课吃鸡排 午休到办公室 吹冷气 上课放空做这些事情 午餐第一个打菜 还有什么生日卡 生日当天 大家为他上课 但这生日卡要小心 就是说 你要让大家一起唱歌 如果他真的是人缘很差的 大家要做的 要梳理的 要细腻一点 这个地方是 大概简单的 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接下来 我继续往下 一定要从外部动机转化吗 能不能直接从内部动机 来推它呢 我们先看两个影片 先给你看第一个 我小时候没有出过国 我就很想要去美国 结果我就觉得 我搞不好有那个机会 可以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 那一年我12岁 我想要成为 叶杯世界冠军 结果有一天教练跟我说 按照你这样子 一直练一直练 你可能只能到8秒 但是那个时候的世界 就会是5秒 虽然说教练这个样子讲 但是我还是不放弃的 我能够改变 秘密的只有我们自己 所以我就更努力的练习 不管练到几点 不管那时候练到手的 经线眼的时候再痛 我就想着 我要成为台湾冠军 然后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 在比333的时候 我就用平常心 然后一变强 然后做一个舍母心 然后用自己最放松 就是那个1.95秒 然后改变了我的人生 改变了我们 现在正在做的任何一切 而且现在让世界感觉到台湾 然后我就安排一条段 就是有一个人 他去拿着世界地图 然后我们就说 虽然台湾的世界地图上面很小 但是转过来就是一个台湾的地图 但在我们心中它很大 我的爷爷奶奶 还有我的妈妈妈 他们都觉得念说比较好 但是我却没有把我的说念好 所以我决定用其他方式 让我们感到骄傲 因为这边它是一直在突破自己 所以我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不管是突破自己的 记录的时候那种很兴奋的感觉 或是当别人觉得 哇 这怎么这么快 所以也没有让我找回很多自信 这也是我环境的原因 因为我一直想要让我的妈妈看到 甚至是 我那个仔 大家都看到了 因为小时候 他都没有参加过高厘米 然后 他约翰过的铁队比赛 他也不知道我拿台湾军 然后还不知道我去美国比赛 然后等到我真的 因为我真的要秒 让他实在看见台湾的时候 他也很远 但他也在大陆看到了新闻 他也感到很骄傲 在他的微博上面 专想我的新闻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成功都做到了 因为 我怕了 那你看这个人物 我是梅梦兴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挑战世界 T-STAR 台湾之星 我来讲一下 你现在看 如果说一开始 说林梦兴对蝶杯没有兴趣 怎么样你用他进来 你来练蝶杯我练蝶吃鸡排 有用 可是你现在看 用鸡排能不能让他说 我练到手得基建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有背后更大的力量去推他 哪一个力量 我想去美国比赛 我想要让我在大陆的棒看见 被看见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如果你要直接用内部动机去推他 你用外部动机一开始能让他先进来 老师这个蝶杯 我没兴趣 我不会啦 不然你先来试试看 你先试试看 这个蝶杯蛮好玩的 他从蝶杯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然后旁边去外面比赛 人家说哇 长得那么快 好厉害 得到很多自信心 跟成就感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能不能够背看见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很多学生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 背看见